Hello大家 今天有视频观众问到我一个问题 就是马鞍皮是不是最好的皮 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好像看到了广告法里面 不允许说最怎么样 或者第一如何如何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或者做题的过程中 我们遇到判断题 往往像一定如何如何的 或者最什么什么的 有可能它就是错的 所以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同样的问题还可能有什么呢 哪个颜色是不是最好的 哪个尺寸是不是最好的 哪个包型是不是最好的 那往往遇到这样的客人的时候 我还是蛮理解他的心情的 就是爱马仕的包袋 一般来说都价格不菲 对不对 希望在自己购买的时候 能够买到更好的包袋 但是呢 一旦问出这样的问题 往往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我的建议还是大家更多的去了解 爱马仕包袋的相关的信息 更多的去看我的往期发布的视频 在做更多的功课的情况下 再去做自己的决定 这些是从主观上来说 没有唯一答案 也没有正确答案 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想要的答案是哪个 那如果从客观角度来说呢 可能也并没有最好的皮是哪个 可能会出现什么呢 比如说新出了一个颜色 爱马仕新出的颜色 大家都很喜欢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当工匠们在设计它的时候 工匠和设计师设计者们在设计皮革和颜色的搭配的时候 他们有可能做出几个带有这个颜色的皮革 在对比过程中他们会发现 哦原来Swift的皮对这个颜色的显色会更优异一些 更适合做成包带 有可能是TC皮 有可能是Togo皮 在这样设计和对比的过程中 其实往往和我们的感觉是有一些差异的 最终推出的皮革与颜色的搭配 应该是设计者们认为的最好的一个 对于我们来说 有可能是一个包带已经摆在我们眼前了 那这个包带真的很好看 这个时候我们会反推 哦原来这个颜色的呈现是这样的 这个颜色搭配这个皮革是好看的 这个颜色和皮革搭配这个包型是好看的 这个包型搭配这个大小 这个尺寸它是好看的 整体它的样子对于受众的判断力 有这样的一种震撼吧 那同样啊 像box皮像马鞍皮 其实它的颜色都是非常有限的 那会不会是没有办法做出其他的颜色呢 有这样的可能 但是会不会也有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做出来其他的颜色 往往那种冲击力是不如这几个颜色的 像马鞍皮会有34号浅褐色 同时会有乌木色 应该说还有黑色对不对 那box皮最经典的还是它黑色 黑的发亮的那种高级感 再往下想的话 其实对于用包者来说 应该会分为两个大类 一个是完美主义者 就是我不希望我的包袋在拿上之后 在使用过程中有任何的变化 我希望它永远是保持很新很新 很漂亮的状态 那其实也会有另外一种使用者 他们会希望自己的包袋在使用过程中 会逐渐产生一种渐变 甚至产生一种有点像脏兮兮一样的感觉 但是呢这样的感觉搭配整个包袋 搭配皮革的品质 搭配颜色的磨损 有可能和它皮革的亮度变化都有关系 那在使用过程中 它会越来越喜欢 因为它的变化是越来越朝着 自己想要的那个方向去变化的 如果是这样的使用者 往往会选择马鞍皮 BOX皮 那如果是一些完美主义者 有可能更喜欢Togo皮 或者是Swift皮这样 我会很小心的呵护他们 让他们在使用过程中 不产生什么变化 所以完美主义者的反义词是什么 是变化主义者吗 今天节目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